这就是她在脸书上 这个女士在脸书上 在2018年的9月12号 8点22分的早上 以第二次在10点11分的早上 拍到两张照片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个每一个光点 都是会动的 太阳旁边不会有这种光点 看起来一小时一长都很大 因为太阳很大 地球只是一点也好 百万公斤 这个就是那个女士 这个点月遇到目前位置 这个影片五十一万次 还会持续上升 你看这个点 一个椭圆球在这个地方 不同的点 这不同的点代表什么 很多东西都是在太阳的附近 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不晓得 但是这个时间 就是刚好在它 遮掩的时间 关闭的时间之内 6到16号之间 对 12号排的 另外还有还有一张 好你看 这张是 不小心被人家拍了 就是用SOHO的摄影拍到 SOHO一直在追踪太阳附近的所有行为 拍到一个阴影 这个阴影呢 他们说很多人说 是月球 但是呢 他们 我知道